因應古洞北粉嶺北深發展區計劃 古洞村居民收到政府通知 需要在10月前遷出現有居所 今天是居民在古洞的家過的最後一個中秋節 年近80歲的賴太身患多種長期病 她居住古洞村已經有近60年 今年中秋她只希望可以和家人簡單上月吃飯 我們在家循循馬路走很開心 小時候如果說回憶很多回憶 那時候家家戶弄了一些糕糕餅 你給我吃我給你吃 賴太在家養了十幾隻貓 她最擔心是被迫遷之後貓就沒有人理 我自己身上癮了過10年 我的貓最小的那隻都養了18年 我的貓很可憐 我一個人在看他們上班對著了工人 你對著工人傻笑嗎 對著貓傻笑就沒有人理會你 面對拆遷 賴太說她最大的心願就是 昏活之後可以和子女住同一棟樓 有人照顧她 最好隔壁或者樓上樓下 不要理想離得太遠 為何照顧我呢 有甚麼娘娘要看不出來 每個女兒一定要和我看 你都不要延遷 你也要一個工人 古洞北受新發展影響 村民聯盟在14號舉辦中秋晚會 希望和居民留念 記錄在古洞北的最後時光 東網記者2號簽報